做的餐好小啊 还记得我去年给小艾买的迷你厨就嘛 看现在女儿的脸比这个锅还要大了 这就是蛋炒饭要炒很多锅才够她吃 这个锅连一袋后面面都不够煮 所以呢这个锅已经满足不了她的需求了 哎呦 哈哈哈哈 咋的了 困了呀 小睡觉呀 不是很好吃 哈哈哈 小艾越的时候总会这样 妈妈 我饿了 我就在想 干脆再给她买个大锅让她自己煮吧 自己呢咱们今天又安排了这个 看到没 登登登登 也是插电的 因为因为她现在这么大的话 如果用煤气罩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 先让她用这种 先用这种一起锅 可以可以可以煎可以煮可以蒸 还有这种 是不是很好看 好多大学生就拿着在宿舍用 所以也比较适合这种 又喜欢这种小气棉 以后等她学会煮饭了 我饿的时候我就说 小艾妈妈饿了 nice 今天呢就让牛小艾来捏捏手 做个啥呢 做个啥吃 嗯 不知道 煮泡面的话有点简单了 咱就拦住稍微大点 煮螺蛳粉吧 我说话 对 牛小艾还没煮过螺蛳粉 今天就来教她煮螺蛳粉 煮螺蛳粉我都行麻烦 煮泡面面还简单一点 一煮就行 煮螺蛳粉得一直是煮 今天就把这个 秘籍教给她 以后就让她来煮螺蛳粉 我就可以偷懒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女小艾你看这像不像个皇冠 又可以上面上面煮鸡蛋 煮鸡蛋也可以直接在这煮知道吧 然后这下面就可以煮泡面 也可以煎鸡蛋 也可以炒菜 干嘛煮鸡蛋啊 哈哈哈哈 这个你还这么烦 对这个适合你用 知道吧 迷你锅对你来说太小了 好好好 洗一下准备煮螺蛳粉了啊 煮螺蛳粉第一步就是锅里装水 冷水 然后把粉放进去 放进去 对 对这样给它铺均匀 它这个是调档的知道吗 它上面有蒸煮 对你可以自己调 然后锅盖给它盖上 还挺快的 一会儿咕咕咕咕的声音都出来了 好了差不多了 可以了 给它捞进来 然后再接点冷水 给它擦电 然后跟刚才一样 把水给它烧开 盖上盖子把水烧开 每次这些包装里面的这些泡泡 你小孩都喜欢你 还特别解压是吧 嗯 你小孩你今天受了点累啊 嗯 一放学就跟同学跑到广场上去杀欢 下一夜出去玩 是不是跑累了 嗯 一会儿多吃点 我兄弟这面粉吧 嗯 超级鸡 水开了你小孩 加调料 嗯 对 其实螺蛳粉就是这个笋醋 闻到醋了没 没有 我都闻到了你还没闻到醋啊 我闻到就是平时的一股螺蛳种味 就是醋味啊 牙齿都掉了还用牙齿 你不是说今天跟同学在晚上把牙齿都整没有了吗 牙齿掉点去了 全部一起倒 你确定会碰一下 不会 你慢一点靠边 对很好 可不可以直接用这个打工吃 也可以啊 哎也可以 你就直接用那个锅吃也可以 明天洗个碗是吧 嗯 嗯 你这个香菜不错 以后你就煮了就直接用这个锅吃吧 好了好了好香啊 全部到你了 对 搅拌搅拌 嗯 闻到香味了 这个辣包你要不要放 不敢吃啊 可以了可以了 给它关掉 对 把那个插电的给它拔了 对 然后你就直接用这个锅吃就可以 来 尝尝牛小爱第一次自己煮的螺蛳粉 怎样 螺蛳粉糖 吹一下 你吃你吃 嗯 咋样跟妈妈做的相比 一模一样 一会就可以自己煮了 这个步骤都懂了吧 你小爱以后妈妈饿了 就说小爱妈妈饿了 哦 懂了吧 不懂 哈哈哈 用电还是比较安全 你只要小心 那个蒸汽别烫着熟就可以了 知道吧 哇 好